当地时间13号 温王女单决赛举行 罗马尼亚选手哈勒普仅用156分钟 就击败曾8次夺冠的美国选手小威廉姆斯 首次夺得温王冠军 27岁的哈勒普凭借快速的移动和刁钻的球路 自始至终控制着比赛节奏 第一盘比赛连续破掉对手两个发球局 以4比0取得领先 此后两次面临破发 他仍然冷静地将危机化解 在本场比赛中即将年满38岁的小威廉姆斯 没有发挥出发球进攻的优势 非受迫性失误达到了26个 而哈勒普全场只有三次类似失误 小威廉姆斯与其说是输给了对手 不如说输给了自己和年龄 最终随着小威廉姆斯接球触网 哈勒普赢得了比赛 他激动地跪倒在中央球场的草地上 双手举向空中庆祝胜礼 这是哈勒普与小威廉姆斯 十次交锋中的第二场胜利 他上一次击败对手还是在2014年 当地时间14号下午 温网还将迎来最后一场重头戏 南丹决赛 费德勒将迎战未免冠军 德约科维奇 费德约科维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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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费德约科维奇